記者來到台中車站 進到大廳 手心意怒眼簾 是幾名清潔人員正拿著抹布 不斷對著免費手機充電站的木板 努力擦呀擦 今天是客 客人應該打翻飲料 我打翻 可能打翻飲料 然後黏在上面 鏡頭拉鏡 原來木板上 竟有一大塊的黑色污垢 長約30公分 寬約20公分 只是無論清潔人員抹布怎麼擦 污垢卻還是不動如山 互聯推測這污垢 恐怕不是一兩天堆成 而是長久累積 最後清潔人員是請出揮發性的 甲本 還有洗碗精 這才把附在木板上的污垢 成功去除 只是站方達到雲淡風清 這樣的免費充電站 旅客卻是用的淡漲心精 由旅客早早向站方反映 表示一大片黑黑的污垢 恐怕是車站長期放任 不清的傑作 感覺比廁所還髒 讓他都不敢用 然而得到站方的回應卻是 污垢應該是旅客 手碰觸平台後所留下 站方每天都有在清 而且一清污垢就不見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擦 每天都會擦 真是每天都有清嗎 還是根本沒在清 看看這樣的畫面 甲本清潔劑都出鏡 才解決了誤告 只能說台鐵好意設置免費充電站 方便民眾 卻因為站方的輸入保養 壞了美意 謝謝徐盧 顏信宇 台東報導